前两天在抖音上有一个视频刷屏 说的是一个女的在地铁列车上用头发掉的 这个视频把大家吓坏了 这个悬空荡在列车上 我一看这个有横排我就知道这个16号线 很多人也都会说16号线16号线 但是很多人没注意 这人不是中国人 这人是俄罗斯人 而且这个人是专业的 人家干的是专业的活 他是什么呢 他是俄罗斯的马戏演员 在上海的马戏演员 目前在上海马戏团工作的 这个是高手 这是高手 那他这个动作呢 有人说是瑜伽 这是一种瑜伽 但其实呢 他这个是马戏团的把戏 所以你也不要说这个东西是瑜伽了 达瑞娜就是这个人 他是马戏团的艺术家 空中飞人运动员 住在乌兹别克斯坦 这个发型涉及秘密 需要专注的花20到30分钟做头发 他表示自己喜欢冒险练习 这个动作已经半年 还在持续练习当中 所以网友们就不要模仿了 也不要效仿 尤其地铁方面提醒 不要在地铁当中尝试这样的动作 谢谢大家